好,开始了,按一下新增点一下 这一次呢,投影的名称叫做B 好,26哦,选到第二张投影片,按一下新增 再选一下第四张投影片,按新增 再选一下第六张投影片,按新增 只不过来了,你说老师右边是123 不是,这右边123是卖罐 重点是你刚刚有没有选第二张,有没有按新增啊 按第四张,按新增,按第六张,再按新增 那你撒掉就拐了,这样会了吗 所以你可以自己检查一下名称有没有一样啊 这样会了哦,好,OK,我们就按确定 好,同学,A跟B是不是都已经出来了 好,我们按确定好不好,按关闭 好,我们按关闭哈,好,OK了吗? 好,来,那我们开始了哦,今天如果你到客户那边去 今天如果你到客户那边去,客户说他只要看A的状况就好 客户说他只要按状,他只要按,他只要看状况A那三张 那怎么办呢?好,来,各位请看 你这个时候,你就到我们的自定方应 我们看到A跟B,你在客户那边就直接到自定投影片方应 这边来,你把A点下去,把A点下去 客户要看A就好,我就看,我就把这个A点下去 有没有看到,直接播放了,有没有?第一张,点一下,第三张,再点一下,第五张 再点一下,就结束了,这样会不会?来,请各位自己看一下 请你把状况切换到A状态去播放 所以等一下各位在测试的时候应该只有三张哦 如果你等一下去播放,还是从头播到尾,那就不对了啊 因为只有三张而已呢 你又不用,你又不用滑鼠左肩点一下 因为你刚刚记不记得我们把那个自动换片拿掉了 所以你要滑鼠左肩点一下,才会换片啊啊 我今天就到这里里面了 不用滑鼠了 欢迎ですか? 在这个视频里面上看了 大家准备干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